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赫市 有一支专注清训的少年足球队叫做压居SC 如果穿业到20年前 你经常能看到一个任性的足球少年 作为边路球员 当球运行到球场的另一侧时 他时常会盘腿坐在地上休息 但是他的队友和教练却并没有因此而抱怨 2223赛季 日本球员三山逊的现象即发挥 让他成为了英超最火热的压州球员 他对足球的严谨认真被人所津津乐道 但是有一个人却完全站在了三山逊的对立面 他就是一东纯也 在被问到如何走上足球道路时 三山逊坦言受到哥哥的影响 9岁就被球探发掘进入了川西前分的清训体系 他也早早定下了成为职业球员的目标 并为之努力 但是当记者拿着同样的问题询问一东纯也时 他回答道 因为大家都在那里踢球 所以我也去了 1993年3月9日 一东纯也出生于神奈川县横须鹤市 父亲是一个足球教练 母亲擅长累球 他也继承了父母出色的运动天赋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把天赋释放到运动场上 而是挥洒在街头下围 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 进入小学后 一东纯也突然发现身边的玩伴 一个接一个的加入了足球队 便随大流加入了压居SC 进入足球队后 一东纯也只是把足球当作另一种游戏 私职编分的他在球运行到另一侧时 甚至会盘腿坐在场上休息 队友和教练对此并没有什么怨言 因为一东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每次球运行到他脚下时 他总能制造出机会 小学六年级 一东纯也第一次尝试进入职业轻训体系 他参加了临近的横冰水手轻训的选拔 最终遗憾落选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选拔中 还有另外一名球员也被刷掉了 他的名字叫做远腾号 一次错过两名未来的日本国脚 横冰水手的轻训教练 需要好好地反思一下了 这次挫折 并没有让一东纯也消沉多久 他很快就从落选的沮丧中走了出来 继续他的快乐足球 初中三年一东成员一边念书 一边在当地的横须鹤海鸥俱乐部踢球 尽管球队实力不强 但是他在球队鹤立集群的发挥 还是吸引了不少球队的关注 初中毕业时 几家职业踢队的要请摆在一东的面前 包括同光学院和同音学院在内 几家高中足球名校也希望招揽他 不过他最终选择了横须鹤当地的豆业高中 在一东入学的前一年 曾经路过豆业高中 他们在那一年打进了神奈川县大会的决赛 他觉得这所学校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离家那么近 步行就可以抵达 作为公立高中 学费也很便宜 并把未来三年交给了这所学校 后来他才知道 那年的决赛耗尽了豆业高中所有的好运 在一东加入后 豆业高中在神奈川县大会中的最好成绩是32强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选择就要给他的足球生涯画上句号 高三的最会场比赛 球场边坐满了前来考察的球探 当然 他们都是为了考察豆业高中的对手 足球名校同应学员 豆业高中不出意外的一笔楼惨败给对手 但是一东春也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为豆业高中打进唯一进球的他 成为了球他们的意外收获 比赛结束后不久 大水球队的邀请便分支他来 直到这个时候 一东春也也没有下定决心 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 2015年8月 川崎前分的清新教练金野章 找到了三山逊和他的父母 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 你可以进入川崎前分的一线队了 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想去诸波大学 在大学足球的四年里重新锻炼自己 还在读高三的三山逊 就曾前往现场观看了诸波大学的比赛 认为这支球队很有前途 并且非常适合自己 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这个决定 同样是18岁 2011年的一东春月也命令着抉择 几份大学的邀请摆在面前 没有犹豫太久 他就选择了神奈川大学 因为这是离家最近的那所 在大学足球队的第一堂训练课上 队友进行自我介绍时 他发现他们要么出自职业梯队 要么是各种足球名校的王牌球员 只有一东春月 是一个从小学到高中 从未参加过任何全国比赛的 默默无闻的菜鸟球员 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日本的大学联赛 日本大学最高级别的联赛分为9个地区 和实力比较平均 多点开花的高中联赛不同 大学足球的资源高度集中到关东地区 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的大名单中 9名游过大学足球经历的球员 全部来自关东联赛 对那些没能在高中毕业 进入职业联赛的球员来说 如果想继续足球梦想 那么加入一支关东地区的大学球队 成为了不二支选 因此拥有12支球队的 关东大学甲级联赛 云集了众多好手 竞争堪比职业联赛 在豪强凌厉的关东大学联赛里 神大川大学只能为保机而战 大二年年 一东淳也终于成为了球队的主力 球队却降级到了已季联赛 一东淳也犹如砍瓜切菜 大三打进17球 拿下已季联赛的金靴 大四年年 他又刷出了10球12助攻的惊人数据 要知道联赛总共只有20轮左右 当时新商人的神大川大学 新任主帅长谷川大 在看到队内有如此神人 是简直被震惊了 第一反应是 这么强的球员为什么会在这里 很快他就明白了一东淳也进一步神速的秘诀 他努力训练 却从不给自己背上心理抱负 无论前一天的比赛结果如何 他都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训练 这可能就是一东淳也最强大的地方 大三是一东淳也第一次入选的 关东大学联赛选拔队 根据经验 入选选拔队的绝大多数球员 都能替上职业联赛 直到这个时候 20岁的一东淳也才觉得 自己好像真的可以替职业足球 大学毕业后 一东淳也收到了两支联赛球队 甲府和山形的邀请 最终甲府分领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原因之一是 甲府的球摊一直在关注他 让他感受到了诚意 至于其他原因 我打开了地图 果然 2015年 22岁的一东淳也才终于踏上了职业联赛的舞台 第一年就在甲府低上了主力 转会白太阳神后依然稳坐主力位置 2017赛季和球队一起打进联赛四强 获得了亚冠资格 球员也第一次入选了日本国家队 在聚联赛效力的四个赛季里 一共只缺席了五场比赛 但是2018赛季 上半年还在打亚冠的白太阳神 却离奇地遭遇了降级 受球队糟糕表现的影响 一东也毫无悬念地落选了2018年世界边的大名单 我从没想过回回外国俱乐部校里 直到我签下合同前的最后一分钟 母队白太阳神降级 不愿一踢这样的一东淳也必须要寻找一个新东家 2019年东窗 他在一份比利时球队亨克提供的租借合同赏 签下了他的名字 意外地开启了旅游生涯 刚刚加门球队半年 亨克就拿下了联赛冠军 这也是一东淳也整个足球生涯的第一个中摇冠军 他也很快坐稳了主力位置 表现越来越出色 2021赛季取得12球16助攻的两双战绩 2122赛季更是送出了恐怖的21次助攻 震惊了欧洲足坛 2021年9月12日 三山薰迎来了旅游生涯的首球 第80分钟替补上场 担任做中场 而他的对面 正是亨克的右边分一东淳也 一东淳也在欧洲的发挥渐入佳境 2021年的世余赛12强赛来临之急 28岁的他终于坐稳了国家队的主力位置 大气晚成的一东淳也将为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而战斗 但是日本队的开启让所有人大敌眼镜 揭幕战主场全队梦游 0比1输给阿曼 第二轮比赛虽然一东淳也的助攻帮助球队1比0小胜中国队 但是他在比赛中吃到了黄牌 被迫停赛 第三轮做客沙特 柴奇岳战犯级回船 让日本队隐恨极达 三轮比赛输掉两场 日本队的出现形势岌岌可危 在主场艰难绝杀澳大利亚后 日本队终于输了一口气 接下来便是一东淳也的表演时刻 客场对争越南 一东淳也强点破门 打进制胜球 客场对阵阿曼 三三星主攻 一东淳也再次打进制胜球 成功复仇对手 主场对阵中国 一东淳也先是用标志性的船中 制造了一滴点球 又在下半场 投球破门 打进锁定胜局的进球 主场对阵沙特 一东淳也边路强行超车 助攻南野拓势破门 又在下半场 用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 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在这波惊人的连胜中 一东淳也几乎包办了所有进球 也将极其可危的日本队拉回正轨 在击败澳大利亚后 日本队提前一轮锁定世界杯资格 卡塔尔世界杯上 日本队主赛森保伊的诱人 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除了小组赛第二轮 对阵哥斯达利加大轮换 一东淳也打满了同西班牙 德国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每一分钟 而在同哥斯达利加的比赛中 比分落后的森保伊 第一时间换上的 依然是一东淳也 29岁的一东淳也成为了日本队迟到的王牌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是一东淳也的第一届世界杯 也很可能是最后一届 作为速度性球员 届时已经33岁的他 很难出现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惋惜 以他的天赋 如果更好的选择职业道路 他在足坛的成就可能会远超今日 在接受采访时 有记者问他 如果能跟童年的自己说句话 你会说什么 保持原样 保持原样 他强调了两遍 在回顾一东淳也的足球生涯时 他的父母一直觉得 他能够成为职业球员 让人非常意外 高中毕业前那场决定性的比赛 如果一东在对面的话 很可能会坐在替补机上上不了场 从小到大都能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 这是一东淳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无论你身处何处 都会有好事和坏事 你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你犹豫的时候 选离家近就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K